相信很多网友和我一样 看到无审的声为控诉 心中没有任何波澜甚至想笑 这就是二加一给老杨发的消息 里面不仅充斥着他们相约见面的计划 还有二加一对我的无端漫漫 其实我手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告老杨 但我这么做了吗 您倒是去告呀 不仅不告不离 甚至演起了苦情喜马 把家里那点破事 在大庭广众之下反复刀腾 还不是因为想继续圈圆子 欧耀花青门 绿胖子之锅 杨逸劫虎 谢雷抢饭 最后孟真把锅端走 就相声圈这几位老小带家眷做的事 好似动物世界为了抢尸 脸都不要了 杨逸还记得在海河边 假惺惺劝侯耀花的话吗 口口声声说要护着相声这碗饭 合着就是借相声之名 炒作与相声无关的是割韭菜 这不是爱相声 这是毁了相声 青门闹剧发酵到现在 可谓一场丑态百出的人性大戏 圣诞镜莫愁 谁有原则谁没底线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闹剧中这几位丑爵之外 曹云精给杨逸梦珍都刷了礼物 可见他也是为了流量没什么底线的 这也反衬出德云社的口碑依旧坚挺 只说相声从不炒作 说相声 唱京剧 年余半百的郭德纲早已不闻江湖史 缺点很多的他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升华 这是没啥阅历的曹云金粉丝无法理解的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也并非杨逸那般虚伪的人情事故 他更可以是历经世事沧桑后的淡然 淡薄名利之后的志同道合和惺惺相惜 正如郭德纲和少马爷马之明 8月17日是马之明的巴士大寿 郭德纲到场祝贺 还现场京剧助信 现场其乐融融 而杨逸父子的缺席也引发网友热议 摇记得2021年5月1日 天津德云社开业 马之明不为阻拦 亲临现场为郭德纲站台 并把祖传的醒目送给了他 这不光是认可 更是相声的传承 相声圈所谓三大名门 侯马长三家 只有马家最低调最接低气 马三立就是个 给你讲故事的邻家老头 马之明也淡薄名利 既不拉帮结派 也从不拿家门说事 但该用马家在相声圈的地位 给郭德纲撑腰时 他也不含糊 主要还是 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 真是无人能及 进入千几年 随着电视相声没落 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出现 把观众拉回到小剧场的同时 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且不说德云社火了之后 如雨后春笋般的相声社团 和相声小剧场 在互联网上 更是体现了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价值 如今热闹非凡的相声赛道 甭管是捧德云社还是踩德云社的 大家扪心自问 离了德云社 话题是否会少一大半 比如曹云金 这十多年 他为了话题度 有真正做到与德云社切割吗 不还是割三差五学师傅的神韵 拿着师傅杂瓜 蹭德云社热度吗 甭管线上线下 让相声圈很多人有饭吃的同时 无形中也培养了更多相声观众 这就是郭德纲和德云社 为相声做的贡献 整个行业无人能及 对于这一点 马志明看得很清楚 马家稀才不仅是马志明 马三立当年也对马记 给予过高度评价 但博名利 爱才若可 似乎是马家的门风 而郭德纲对于马家的尊重和认可 自然是感激不尽 同样相声功夫超群 同样宝经世事沧桑的他们 也更像是英雄西英雄 志同道合 惺惺相惜的友情 而马志明的八十寿宴 杨毅父子却缺席 要知道 杨绍华可是马三立的干儿子 为了帮助杨绍华 马三立当年还用杨绍华 给自己捧过根 并对杨绍华说 你往我旁边一站 以后就有饭吃了 可自从杨家攀上侯家之后 估计两家也就基本断了来往 杨家发达后 又与侯家断了来往 想盘郭德纲 又因为侯家的亲闻 暴露了自己建立忘义的本色 谁有利用价值就攀附谁 这一圈循环下来 耍了一辈子小聪明的杨家 也终于栽在了自己的小聪明上 实在令人唏嘘